那今天的话是第13次 上个礼拜的话基本上重点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有利用那个爬虫的部分 其实爬原始码 其实主要就是爬原始码 那当然有至少两个比上的方法 其实应该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Creditable 最早用Creditable的好处是说 你可以避开原始码 你根本不需要去管原始码 那不过Creditable其实他最重要就是帮你抓那个 标格就是网页原始码里面的table 只是说他已经帮你设定好了 所以其实你不用管 但是前提是你那个网页一定要是table才有办法 那第二个就是用了什么XML HDTV物件 第三个就是用IE物件 所以当然会有这三种方法 那各自有各自的 使用的 这个这个优缺点 OK好像Creditable我刚刚讲过 一定要是 那个 一定是table 如果不是table就不行 所以有些网页 他故意就 也不一定故意 就是他用的不是table 用DIV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用Creditable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用后面两种 一种是用XML HDTV 一种是用IE OK 那其实这两个主要就是先帮我把原始码 网页原始码抓下来 那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在下一步就是解析他了 所以其实 理论上爬床主要就两个动作 一个是 把原始码抓下来 OK 但是抓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 哇 他背后的东西标签一大堆 然后还有很多类别 甚至还有JavaScript 那所以呢我们就应用那个什么 解析的部分主要用到 两个主要的方法 最多的用什么 Get Elements 有没有 By class name 有没有 或者是By tag name 那class的话前提是一定要 这个class 不过有一些网页里面 他刚好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放class 所以如果没有class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就要用 其他的方法可能你要用tag 标签 那所以像什么呢像上个礼拜我们有用到那个抓几个网页嘛就是像那个 什么那个Yahoo好了Yahoo的部分的话其实比较单纯因为他其实 主要是抓标签的A但是那个A里面刚好有类别所以可以用class去 抓到我要的那个超连结把它解析 但是上个礼拜后来有练习一个 新闻网叫et today et today的那个网站 那因为呢这个网站里面的话他其实 里面的话呢当然他除了 有超连结之外 我们这应该是第五个单元所以原始码在这边了OK所以 将那个东西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前面有些有讲过的话我们要直接 我刚刚这个是TQC的class这个是上个礼拜 应该上上礼拜的这个 那个Yahoo的新闻网 那Yahoo新闻网的话呢如果你要抓这些东西按右键 检查一下 其实以后的话你可能要慢慢习惯了我是建议 以后你看浏览器的时候慢慢要就是可能 找个机会多练习啦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爬虫其实最重要不是爬前 你如果爬前面东西之前 你一定要先看懂他 后面背后的原始码所以 比如说你看这个新闻 他的标签 前后是用一个spam 但是这个spam抓的话只能抓到里面的文字 所以如果假设说我需要他的文字跟他的什么 跟他的超连结好了比如这个超连结 然后也要他里面文字的话 那理论上我们会找的是他的这个标签的在上一层标签 那上一层标签就是这个啦有没有 小于符号后面这个就是a啦所以其实 我们是抓这个a a的话实际上就是他的tag name 他的标签名称 那标签名称如果我要取得的是他里面的资料的话 里面资料就inertest啦有个 有个属性叫inertest里面的资料ok 那如果你要取得超连结的话就是href 把href给抓回来 ok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资料全部把它逐一的抓 抓回来 可是问题超连结在这个网页里面很多啦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再透过其他的 一些 不同的点像class 这边有class 你可以把这个class 名称 找到然后呢把这些所有的class 通通抓到之后再取得什么取得他里面的文字 再取得他的超连结 那这样的话这个网页里面你要的东西 就可以逐一取得 OK大概类似这样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标准答案 你说老师那可是 我如果不想要用标签我可以用他的上一阶上一阶也可不可以 上一阶是li啦 li的话是项目符号 项目符号的话其实也可以喔 OK所以如果假设你不用那个 这个 a的话 你可以用li试试看 其实也可以喔 或正是如果你假设那个ul ul其实也可以 那个这个ul其实指的就是 ul其实有点像是一个项目符号里面的外面那个框框 OK 那li的话就是几个项目 所以应该我看这个 ul里面应该有 有几则新闻的他应该有 6则新闻吧所以这个应该有6个li吧各自 所以一个li 就是一则新闻 那其实如果假设你不抓ae的话 其实你说老师我要抓li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喔 所以其实 网路爬虫的抓的方式其实还蛮多的喔 OK不是说只有单一种抓法啦 我只是说 像我云段上面提供的范例是 找一个 我直接看到的方法我是把它写完了 OK 所以至于说你如果想要改变 比如说你要抓他外面再一层的标签 试试看 你其实也是可以喔 OK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们不妨 可以再试试看 所以爬虫我是觉得 这个技术其实还蛮灵活的啦 而且 他这个需求很大但是 用的方法其实还蛮多的 甚至啦 现在网路爬虫比较 热门的其实还是在那个 用用Python不是用VBA VBA算是比较 比较冷门的喔 我是觉得网路上其实你要用那个VBA来当爬虫的 其实反而你有像Python那么 那么热门 那你说有什么差别 其实根据我的这个使用跟教学经验 我是觉得没什么差别啊 反正看起来 主要用的只是用的语法不同而已啦 但是这个 去 分析的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因为一样好 还是要按滑锁右键 还是一样要检查 要找那个标签 或者找类别 因为在那个Python里面 反正 概念也差不多 反正第1个一定要把原始码抓下来 第2个呢再去解析它 所以其实你说 只是差别是工具不同啊 就像说我一直常举例啊 就跟你搭车一样嘛 你要怎么搭吧目的率可以到就好了嘛 对不对 只是说还有一点就是你你比较方便的原则 那我是觉得如果以这个 VBA的好处是说他直接就在Excel里面 所以如果将来你希望你爬资料爬到资料之后 你会直接想放在Excel的话 那我是觉得用VBA应该会比Python来的 来的方便啊为什么 那本来就是在同一个软体里面嘛 可是如果你现在用Python的话 你以后再转成Excel 那又多一个动作 就跟你搭车的时候最好是直达 如果假设你没有办法直达你要转车的话麻烦 像比如说你要去新竹好了 新竹如果你搭高铁其实还蛮快的 但问题你 如果假设你的目的地是在 新竹市中心的话 火星站在附近的话 那可能你不见得 搭高铁会比较快 因为高铁如果你假设 搭到那个 就是新竹高铁站之后 你还要在转车 而且转车他车班好像15分钟一班 而且还要做 车我记得好像要做个20几分钟吧 那当然你算一下其实好像 如果假设你台铁如果快车的话好像也比较 没有不一定比较慢了所以这个其实 工具的使用 有的时候还是要斟酌一下 OK 所以大概跟各位讲一下就是 之前我们做过的练习 那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还要跟各位讲 现在因为有 转车GPT 或者其他的 像BAI 我是建议 如果 假如你有一些问题 其实转车GPT 真的可以帮你写出一些程式码 可是他写出来程式码 我是觉得有时候你可能 还是要看得懂 不过他基本上给你的程式码大概 不脱刚刚讲的那几种方法 如果你假设我们这些写的你都 都会的话你再去看TrackGPT给你的程式码参考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你会慢慢也比较能够知道 他给你的东西重点在哪里 上个礼拜的这个 部分我们就是把它回顾一下 那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是ET Today的程式码在下方 在这边 我有讲到怎么去抓Yahoo 然后怎么去抓ET Today ET Today的这个新闻 然后最后的话 其实 我们 所以ET Today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 先 这一段程式码其实就是把资料先爬下来 OK 那底下的这一些就是去解析它 那解析哪些东西 比如说我要爬的是政治跟娱乐 看一下政治跟娱乐的话 这个连结 所以ET Today的连结在这里 假设 我们上个礼拜好像就是 稍微 换了本来好像是抓 我们抓抓这个 本来好像原来是抓热门新闻 然后后来改成抓那个它上面这这两个吧 政治跟娱乐吧 反正 那怎么好像改变社会 假设我要抓这一块跟这一块的话 那其实就是 再去解析它那解析的方法其实跟 之前的 这一样按右键 你先检查一下 那因为呢你会发现按右键检查之后 它一样是A超连结 那超连结里面一样有一个连结 那只是而且它里面的资料也有 所以我要抓的其实也是两个 一个是它里面的资料 Innertest 然后还有它这个本身的A本身的那个 超连结在这个属性叫 HREF里面这个是它的超连结 所以主要是这个跟这一个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里面它少了跟Yahoo 新闻比一下 少了那个class它没有类别 所以后来好像我们又多了一个方式 就是先把它外面的这一层 哪一层呢 这个DIV 这个区块 这个DIV 它叫PART PIC PIC应该是Picture的缩写 TXT应该是文字吧 第九个区块 这个区块 假设你把它抓下来之后再去抓里面所有的A 所以我记得好像我的 写法应该是这样 这边的话 我们是先 把 这个资料 这个是焦点新闻 那好像后来我们改成就是 应该是社会跟娱乐 也是要先把原始码抓下来 然后再去抓它的某一个block 刚刚那个也可以或者是我好像记得我在往上一层 比如说你要再往上一层他好像也有一个这个啦我好像是 这个 好像原来是抓这个失败 好像 抓这一层好像有点问题 后来的话我们再往上推 抓这个名称 也就是先把这个DIV整个先抓回来 所以 如果假设你只希望 先抓这个原始码里面的 这个这一块 成 这个原始码的话 那你可以 先 先 透过这边的话 又有一个叫 get element by class name 标签名称 把这个标签名称的原始码抓到DIV 这个是第1个 动作第2个动作的话呢 再透过这个DIV 去抓什么 抓里面的Tech name 他的标签名称 的A A指的是那个里面的超连结 得到的应该就是会是 那个板块 那个板块是社会 那就把社会里面所有的超连结 的标题 跟他的超连结取得 OK 然后就把它跑个回圈 这个回圈基本上我就是分别把里面的InnerTech 里面的资料 跟他的超连结 逐一的帮我把它取得 那再分别放在A跟B里面 OK 所以我好像记得这个地方是 第1个是社会 如果你假设还要继续在抓什么 抓旁边的娱乐 八卦的话 那我好像又做了第2段 就是这个是抓社会的 底下的这一段的话呢 就是抓什么 抓这个娱乐的部分 其实城市差不多了 就把它再加上去的 所以 取得之后跑个回圈 基本上 就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最后好像我又多写了一个就是 怎么样去爬那个什么 ET Today上面的图档 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刚好你要抓了这图的话 这个部分其实就还蛮好用的 比如说我想要抓的就是在这里面的这个图 这个 这旁边这个图 当然以前你可能按右键把它复制 然后再贴过去是可以 但如果假设你要一个一个慢慢 复制一个慢慢贴的话 那不得了一个网页这么多图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你先知道说这个图 检查一下 我们这个按右键检查 它的标签是img 它的属性是src 有没有 然后呢 取得它后面的名称 不过这个后面名称好像 少了前面http 那你可以可能修认一下 上个礼拜最后好像最后我们是把这些图给 给把它全部取得 OK 所以先取得它的 位置 然后取得它上面的讯息 然后再把图给取回来 OK 那这个的话呢是上个礼拜讲到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也许我们继续 再来看底下的这个另外一个范例 OK这个范例好了台银外汇这个好了 如果今天呢我希望 请各位帮我写一个爬虫 假设这个题 练习题目 那这个爬虫的话我希望有 五个栏位就好 因为这边第1个栏位就是币别 币别里面呢就是抓 我算过好像19个 然后 再来第2栏就是现金买入 现金买入是这个价钱 然后现金 卖出 OK是这个价钱 OK 所以你看看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用现金 当然一定不划算 那集齐的话呢 你买入的是这个价钱 你卖出去的话是这个价钱 OK所以你会发现价差缩小 所以如果你要投资的话 当然 极其是相对有利 不要傻傻的买现金 然后你被 银行赚那个价差 因为他卖给你的时候价钱很贵 收的时候价钱很便宜 所以那个价差越小越好 OK 当然其实除了那个极其之外 其实像有些 别的银行 还有另外一个汇率 那个汇率是你用手机 App的 操作的话 那个汇率 更接近 也就是你买的价钱 他卖给你的 不会那么贵 你收你的钱也会不会 给你收太低 这样相差之下 你的那个 被他赚到的钱相对是少 OK 如果你是要赚那个汇差的话 当然理论上是用手机App去操作 是最好 如果今天我假设希望 请各位帮我写个爬丛 这个爬丛第1个 就是台银的外汇 然后呢 我需要5个栏位 12 3 45 那分别把这个里下的 19个那个汇率资料 通通帮我爬下来 那爬到哪里呢 也许你就帮我爬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A BC DE 假设5个栏位好了 那5个栏位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5个栏位名称 然后跟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OK 所以其实一样 也是分两个部分 第1个就是把资料先原始码抓下来 第2个的话就解析他 哪些东西哪些东西 我先把规则先搞清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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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